欸你以為我不會吹你作業就是旁邊的 沒有 那你會寫嗎 我們今天先把大家抄一抄 就過了 飛天小女盡又守護了世界的和平 你覺得這樣有意義嗎 好不好把它寫寫吧 你什麼時候給我隨便的 我已經不在意了 就給我看你的良心 我們該講還是會講 會認真的人還是會認真 我們該寫的我們該提醒你就會講 身為你的老師還是要跟你說 你要教作業就像潘忠岳一樣 我都覺得他不會教啊 還是我就說忠岳你應該要教 因為我就是覺得忠岳有一天會突然悔悟 可能被車撞腦子壞了 突然就我要寫作業 他就開始寫作業了說不定 來莊雲甄有在嗎 雲甄莊雲甄有在嗎 我現在沒點到的話我會直接把他提出去 那你怎麼沒寫作業 對啊雲甄怎麼了嗎 怎麼發生什麼事了 兩次都沒教耶 是有什麼樣的困難 要不要跟老師share一下 發生什麼事了 你寫作業的困難點是什麼 講講看 沒有 沒有 他媽不寫的是什麼意思啊 可是 我還沒加你的 Facebook 誰管你有沒有Facebook啊 白七佑什麼意思 你沒上課嗎 我沒加 不是啊 你沒上課嗎 什麼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我還沒加你Facebook 就沒辦法用Message傳給你 那你為什麼不加我Facebook 就還沒啊 不知道為什麼不加 什麼意思 沒有就還沒加 還沒加 為什麼沒有加 就我教你 你教到二年級了耶 不是我教你教到二年級了耶 你跟我開玩笑啊 什麼爛理由啊 這太爛了吧 啊什麼時候給我 嗯 那不是啊 那你作業 你不交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應該會覺得很詭異吧 怎麼都沒有人跟我要作業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我們在群組 Line你也沒加嗎 嗯 還沒 你Line也沒有加群組 連群組有啊 群組有貼說要交作業啊 有啊 你再怎麼樣找不到管道 你也會直接丟到群組上吧 啊 怎麼會沒有 怎麼會就是放任自己那麼爛 不會吧 莊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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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寫嗎 啊 還是你答案就算了 莊一正講話 我在等你回答 你答案算了嗎 還是你要交 要交 那我先講啊 我先講一個 就是因為我一望想要後路啊 啊如果你想就是裝傻 或是不交 我給你一個路啊 你就是直接跟爸媽講說 跟補習班說 就是 欸 莊一正太忙 沒有辦法寫作業 你知道爸媽跟我們背書這句話 我們就以後都不會管你作業 好不好 這樣很簡單吧 不過我自己覺得啦 如果你來補習班 花額外的時間 要去學數學的話 然後 你也不做其他練習 然後要得到成效 當然第一是 不太可能 啊第二就是 與其這樣的話我建議是不要補習啊 跟中越啊一樣 如果都不交作業 我覺得就是不要補習 因為補習當然一定沒有用啊 懂我意思嗎 本來數學就有自己要練習的時間 學習都是一樣的 教了一個新東西 或是怎麼樣 你如果不去熟忍他 我不是叫你把它背下來 我是說你好歹也要寫一寫題目 去練一下 這大概多項式的運算 要怎麼算 因為多項式的加點乘除 講我們都會啊 就加起來啊 x加x乘2x 3x加4x乘7x 我都會加 就是會算錯啊 為什麼 因為你就不常算啊 所以我們才要練習啊 聽得懂嗎 中遠征 對啊 欸你會覺得老師很兇嗎 還有吧 我覺得你比較可惡欸 我講實在的 我真的覺得你比較可惡欸 我三推四請那麼多 變成在群組賴群友好 你說沒有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那等一下你馬上叫我FB好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嗯 好不好 欸嚴品層 嚴品層剛剛密我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嚴品層請問沒有 沒有密是 不是啊白癡 嚴品層在問什麼東西 嚴品層那個LINE的群組就是那個夜中影 就是平常PO資訊的地方啊 嚴品層你這次作業為什麼沒有交 嚴品層這次作業為什麼沒有交講話 嚴品層 2 1 好煩喔 一個一個吹真的很累欸 嚴品層 他按讚是不是 按讚然後有時間按讚不回復 這個意思嗎 嚴品層你作業咧 你作業咧 你作業咧 在哪裡 嚴品層作業咧 作業咧 嚴品層作業咧 不講話 不講話怎樣 嚴品層 你可以打字嗎 我傳給彥宗你 他媽的 他媽的你在講什麼東西 啊我就說作業要給我看 你傳給彥宗你幹嘛 啊我不是說作業要給我看 哎呦好生氣喔 那你現在馬上傳給我 現在馬上立刻傳給我 天啊 你現在立刻傳給我 好來再來 我們再罵下一個 來來來 終於在罵完了齁 傳壞了 蘇子晴 欸蘇子晴 蘇子晴有在嗎 來蘇子晴 來蘇子晴 蘇子晴你說什麼 你再說一次 我用Line傳給你 你用Line傳給我 你沒有傳給我啊 你傳給誰 傳給你啊 沒有啊 你又沒有我的Line 你怎麼傳給我 都可以加啊 我沒有加你好友吧 都可以我加欸 我有傳給你 沒有沒有 我沒有拿到 你有我的FB嗎 沒有 那你去加一下我FB可以嗎 我不會騷擾你 我也不是個變態 你自己 再度強調 我們也不會去騷擾 大家如果 稍微像個正常人去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基本上FB大家都在問數學 今天懂我在講什麼嗎 我們也不是變態 我們就是希望有一個 可以通過教學管道給我 那蘇子晴 蘇子晴 好我可以 我可以容忍你這一次 那我問你啊 你上次為什麼沒有交 我就是給你Line 你兩次也都是交Line嗎 對 這不可以喔 難怪我就覺得奇怪 那你有加我們的FB的群組嗎 這個國二的有沒有 這個國二的群組有沒有 沒有 那你有FB嗎 有啊 那你可以加一下嗎 要不然我們有時候貼上課筆記 那你之前都沒有上課筆記囉 是嗎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會想要加 那我不是說要加 那你跟照理者一樣空 我已經過了那麼多年 你看每一天 每次的上課筆記你就沒有 那 那子晴 有辦法加我好友嗎 有辦法 那那你等一下加一下 然後把最後再傳一次給我看好不好 好 可以吧 這可以吧 這可以喔 我跟你講你有寫我都可以接受了 阿韋真聽到沒有 有寫我都可以接受了 那你咧 阿韋真什麼時候給我 蛤 蛤 什麼時候給我了 蛤蛤蛤 烏龜喔你 那你什麼 作業啊 不然什麼 給我你的愛 前幾次的話 前幾次 都要給啊 不然你都不寫喔 看你啦 要不要寫啊 如果你不寫的話 我是給你個建議 就是親爸媽媽 跟我們不喜歡講一聲 像是我們盯作業壓力就會小一點 我就可以把你從作業名單提掉 這樣我比較緊手 這樣我就不用吹了 好 你自己看著辦 那下個禮拜如果沒有任何的原因 你又缺焦 我可能會暴走 聽得懂嗎 好不好 可以嗎 真的不行 你就請爸媽講 說我們家雲珍很忙 我們家潘忠玥很忙 黃品睿忙到快中風 沒有辦法之類的 給我個理由 柯君亮也沒有焦欸 突然罵一下 柯君亮 柯君亮 作業呢 我交啊 你交給誰 這一次的嗎 對啊 交給你了 沒有沒有嗎 我查一下你名字 可能是我疏忽 我先跟你道歉 我查一下 這一次的 哪裡 哪裡 在哪裡 這是哪一天 真的 你有交欸 還是我把他勾到第一次去 你第一次有交嗎 柯君亮第一次有交嗎 也有交嗎 都有 真的 那是我錯 是我sorry 你看那我有貼名單給你嗎 對不對 有啊 奇怪為什麼這裡沒打勾 而且你看那個名單上我是有幫你打勾的對吧 原本好像有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可能是我用手機勾他有時候會資料不同步 然後這個我可能再注意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你拜拜被我罵了 就剩顏秉成啊 還有羅新元啊 羅新元現在還是沒有進來對不對 好 我之後再去跟葉仲英講 因為羅新元作業沒有交 我其實蠻不高興的 感覺新元應該是乖巧心 連友倫一開始也是啊 就是都會乖乖教作業 然後後來就 他們就學壞了 連友倫也有交了 只是感覺他們兩個就開始學壞了 那我們花了蠻多時間在吹討作業 那接下來呢 講幾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就是以後交作業 作業應該先給我看 把你的作業傳給我看 然後用messenger傳給我 不要傳到群組 像楊佳琦剛剛那個小白痴就把他傳到群組上 然後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可能想讓大家欣賞他的作業 我寫的很優秀 你們都應該模仿我之類的 看完了我不知道 但是傳給我看好不好 我是你老師啊 傳給我看就好 再來第二個要求就是一定要有過程 沒有過程的話我根本不知道你傳給我幹嘛 因為我超超ABC 住E我也可以交答案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 你不用給我看好不好 你就直接請爸媽說我不想寫作業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再來第三點就是 基本上我只要是有check你有交作業的話 我都會回傳一個說你已經交作業了之類的 給你們看 如果你沒有收到的話 你也可以去群組的連結看 那個連結會一直不斷的更新 只要我有點就會更新 你可以去更新一下看一下 你有沒有交作業 我用一個double check 好不好 有時候可能老師手機的傳輸 可能出問題 明明已經改了 或是勾了 可是電腦版跟手機版好像有時候會出問題 double check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老師我有交 可是你上面沒有 我就會再幫你求整 好不好 我暫時也不知道怎麼辦 畢竟我不是工程師 好 我們終於可以對作業答案了 辛苦各位了 不好意思 有交作業的朋友浪費了這段時間 我跟你說sorry 好 我們接下來就上課了 好來我們先來對30頁 大家應該作業好像是不是有給答案 沒關係 那我就再給一次 剛好有教室版 一年級的教室版我還沒拿到 好可憐喔 好 我們來對經典模擬試題這邊 給你答案 他為什麼不給我寫字 他為什麼不給我寫字 來豬B豬A 豬B豬A 豬A 好豬B豬A 再來下一頁31頁的部分 31頁 我圈起來是要寫的 圈起來是要寫的 來第一個 他的答案 他說A加B的值有可能是誰 答案是B 答案是B 然後再來第二個 他的周長 這一題好像要稍微算一下 好蠻麻煩的 第二題的答案是C 再講一次 答案分別為B跟C 好再來下一頁100 沒有100 32頁 32頁 來 選擇題的部分 C C 豬豬C C C 豬 C 再來6到10 BA B A B 豬 A 好 就這樣 以上是32頁 再來只有1頁33頁 好 按到了 好33頁 33頁 這邊係數要包含正負 這個也講過了 來直接寫了 122 然後-3 然後22 再來是013 013 再來計算的結果為什麽 來 B A C B B C 再來下面要跟著仔細填 因為它是前衝起以後要算的選項比較多 3 X平方 然後-8X加7 好 再來下面-X平 然後加X-3 好 最後是12X平 然後加16X加1 好 再來 2X2 然後加4X-4 以及16X的平方加6X-6 好 再來 最下面 7X平加X 我們都是由高次寫上第一次的降密排列 好 7X的2次-3X加6 然後最後一個-2X平 然後加28X 然後再-12 前路適當的 這個稍微麻煩一點 就是你把整個多項是 我看一下怎麼樣 就是右邊的三次 然後把移向馬車移過去把它減掉 好 這邊是2X的三方加3X平-8X-8 然後這裡是3X平-6X平-4X加4 然後這邊是3X的3次-5X的2次-6X加17 我看錯了 怎麼了 問答一怎麼了 第12題寫錯了 哪一題 第17題的第2小題 我跟你講 還是我看錯了 是我看錯寫錯了 3次 怎麼可能2次不合併 對啊 沒錯 謝謝 然後再來第4題是9X4次-3X3-2X2再加3X-7 最後A多項是叫-X的2次-2 再來是-X平方-5X加4 我講一下後面的填充題部分 怎樣才算合格 就是全隊 做全隊以外我覺得都不合格 了不起你錯一格 因為這邊沒有容錯空間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對我們後面 對後面的你們來說 全部就是計算 就像加減乘除1 以前我們學的整數 1加3-4然後除以2之類的 那種東西是沒有容錯空間的 如果連那個都會錯的話 那後面的題目 後面的題目怎麼辦 懂我意思嗎 更換還有什麼應用問題 或是有跨章節的領域的問題 那就更難掌握了 所以這邊你要想辦法讓自己計算 不會出任何的失誤 這很重要 當然就是需要練習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作業解答 接下來 大家應該已經準備好了 剛剛我罵人罵那麼久 我覺得我剛剛根本就不是在罵人 我根本就是在寬 在說你應該怎麼樣 我根本是安撫你 我根本就沒有罵人 這種這樣子罵人 我真的覺得其實也是不對 我應該是在安撫你 希望我剛剛安撫會起到作用 好不好 作用好好寫 來30頁 來我們要開始檢討了 來30頁有沒有要問的 30頁 好像都沒有了 找一下我們唯一有開視訊的帥哥好了 帥哥要不要問 這是第四題 誰問第四題 劉冠賢 劉冠賢問第四題 我剛剛看到聊天室有人刷一 是誰 洪又齊 第四題 沒有了 來有的話隨時補上 好不好 可以嗎 好了我們看一下 第一題他說 下鍊哪一個是正確的 靠腰這有什麼問題 這有什麼問題 這有什麼問題 答案就是豬 這有什麼問題 洪又齊 哪個選項你不會的 你跟我講好了 我這樣換比較快 洪又齊哪個選項你不會 又齊講話哪個選項你不會 第一個選項你不會 不是吧 哪個選項A B C 哪個不會 不理我 算了我直接講了 等你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我直接所有選項都講 3加X同學 第一同類項不能合併 所以他答案就是3加X 然後S加X同學 這個應該都知道 就是2X 再來3X3X北極有33得9 SX叫什麼X的2四方 這有什麼問題 這不是乘嗎 你33得9你不用算了 再來SX有3個 所以是3個X 然後再最後加上不同類項的5 這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樣可以嗎 右起 右起 紅右起 可以嗎 打字真的很慢 你這一題都有問題 你後面作業怎麼寫的 很恐怖 這樣聽起來好像你後面作業應該爆炸才對 再來第四題 來如右圖 我們看一下 他說編長為3A的正方形 我看一下編長為3A的正方形 他都幫我畫好了 然後延續線剪開 然後拿掉編長為2B的小正方形 之後剩下3塊舉行 請問舉行較長編為何 什麼東西 沿著 他說拼成一塊舉行 我想說奇怪 答案是出來了 怎麼沒找答案 拼成一塊舉行 同學那你一定是怎樣 把它剪開這一塊拿掉 所以是剩這樣子的形狀 是不是這樣拆開 那把它拼在一起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一塊移動 移動到這邊 把它補起來 那你看看到了嗎 這裡就是2B 所以他後來舉行 最長的不就3A加2B嗎 這什麼爛題目 答案是A 來劉冠賢有問題嗎 劉冠賢 你知道題目的意思是什麼嗎 就是把這三塊剪下來 然後把它拼成長方形 那我們怎麼拼 是不是這兩塊 我們先把它拼在一起了 對不對 我只要把這一塊移到這裡來 然後問比較長的這一條邊 就是我現在外面寫這一條 就這樣 上一條可拼 有什麼東西 秒殺 好 來如果你沒有問題 我們要接著往下囉 會考的素養特訓這邊 來有沒有要問的 這兩題應該是比較難的 來有沒有要問的 我們一個一個問 來問單一找顧客 問單一要不要問 我看了那個解答 我懂了 喔你看了解答 你懂了 你開竅了 剛剛誰說 那是誰 楊佳琪 楊佳琪 楊佳琪你怎麼感覺很沒力啊 你要問一還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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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 我也覺得餓感覺很麻煩 原本不太想講 題目看起來就很長 我就不想講 好來看一下 來瞄一下看一下怎樣 那我要問一 誰誰要問一 我 那瑋琳是我們班的喔 好我知道了 瑋琳你今天怎麼沒有開視訊 因為我在罵人所以你不敢開 說 想開 為什麼 你又怕我嘲笑你滅絕事態 沒有 你這樣子 楊超姐很孤單 楊超姐就是彷彿就是為惡 就是我跟楊超姐兩個人在對話 其他人都跟林古塔的神助牌一樣 還是希望大家能開就開啦 好不好 就是良心的建議 讓我看到你學習狀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他說如果將兩個相鄰的正整數 正整數可能要討論 然後分別平方之後可以得到A跟B A加B有可能是誰 相鄰的兩個正整數平方之後 可以得到A加B 那我應該 因為相鄰就是A 那假如是一個是A 另外一個是不是就可以假設A加1 我應該會這樣假設 我也不知道 我試試看 我假設一個叫A一個叫A加1 那麼平方 我們當然是就做 A平方加A加1的2次方 這展開就變成2A 2A平方然後加2A然後再加1 我會不會算太快 還是我要寫慢一點 A平A平然後2A再加上1 所以答案是2A平加2A加1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輕而易舉的看出來 答案就是我們的B了 趙偉琳你知道為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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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偉琳你知道為什麼這邊我就知道答案是B了嗎 趙偉琳 趙偉琳 趙偉琳要睡著嗎 趙偉琳睡著嗎 趙偉琳 趙偉琳你知道為什麼這邊答案就知道是B了嗎 不知道 你看啊 這裡有2 這裡有2 趙偉琳是什麼數 猜猜看 G數還是偶數 偶數 對啊偶數 這兩個是偶數 然後這裡又加了1 偶數加G數是不是等於G數 所以唯一一個G數所以答案就B 就這樣 簡單嗎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 就這樣 偶數 偶數 偶數再加G數就是G數 所以答案唯一一個G數所以選B 就這麼簡單 可以 這題我覺得蠻賴痴的 然後再來第二題 來ABC中 EFGH 然後什麼咧 他說這些長方形 他的寬高都如圖1 我們看到了 來將三個長方形堆疊起來 所有的直角都是 轉角都是直角得到一個12邊形 求12邊形的周長 看起來很討厭 這什麼鬼東西 求12邊形的周長 我的想法是這樣 同學你聽聽看我的想法 你看我把這些放大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原先 原先我們的周長是不是這樣 那現在 因為你把它重疊在一起 這一些你是不是都沒有算成周長了 對不對可以接受嗎 還有這一些你是不是這些周長都沒有算到 然後就少算這兩個長方形的周長 聽懂在講什麼嗎 因為原本是這一些都飽含在我們的什麼 飽含在我們的周長裡面 這個是完整的周長 那現在這一些因為我們重疊關係 是這一些的周長都沒算到 那我想法很簡單 我就是把原本的三個周長完整的算出來 再扣掉沒有算的 那就是新的12邊形周長 所以我做法就是這樣 來開始做了 首先我們會先怎樣 3x加5 然後加x-1 乘以2 這就是他的周長嗎 然後這個是 我覺得要加一起加 我們先加這個是圖1 這個怎麼寫 這是第一塊的 這第二塊這第三塊 第一塊 然後這個加上第二塊 這2x-1加s加1 這個加上第三塊 然後x加x 那為什麼乘以2 因為他周長是 他是一半長加塊 周長要乘以2 好 這次分別為1 2 3區塊 因為在這邊太窄了 所以我會把這個移到下面 方便我們做計算 好 我移下來 好 接下來為什麼我少了一片 在這邊 對 接下來我們是要扣掉重疊的部分 這些要扣掉 所以再減掉重疊 減掉 這就很想直接算 兩倍的2加1 對吧 這是上面的 長寬 然後再乘以2變周長 再加上什麼 2倍的2分之x 我這樣笑了 2分之x 2分之x 好以上算出來就會是我們的答 重合 重合 重合的部分 不要寫重疊 好累喔 接下來就是算 算 算 好了我算一次了 來 3xx 4x 然後6x 7x 89 所以是18x 因為外面還有個2 好 再來繼續算 再來 5-1是4 再-1是3 再加1是4 沒了 4-2得8 所以外面是8 減掉什麼 來 這裡合起來是x 所以-2x 然後這裡是3 所以再減6 好 最後答案出來 16x加2 所以我們選C 這樣可以嗎 加綺這樣聽得懂嗎 加綺 有了 有聽得懂了 有了是什麼 有了 有了我聽懂了 好水啦 好不好 就是也沒什麼 就是把重疊 部分扣掉 只是計算上數字稍微多一點 有點煩而已 再來沒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32頁 32頁有沒有要問的 哈囉 朋友 有朋友 32頁有沒有 趙偉林 楊佳琪 溫丹儀 繼續往下看喔 還有誰 張凱恩 張凱恩 今天也沒講話耶 怎麼了 張凱恩消失逆跡了 超級有沒有問 凱恩要不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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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用 怎麼了 今天怎樣 今天下雨 誰問的 誰問7暗時 黃露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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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張凱恩 不用 好啊 不要問啊 張凱恩你就不要考試給我錯 等一下我要小考囉 你這樣講 我想小考囉 嗯 你OK是不是 OK啊 來啊 他說9s平方-2的一次係數是A 常數向是B 欸這是什麼東西 一次向係數啊不就9 啊常數向係數啊不就-2 要包含正負一起看啊 所以是加-2啊 答案7 欸 欸 答案我怎麼解 四向 為什麼 老師你講的是二次想 啊 我看錯了 我看錯了 我竟然犯這麼低級的失誤 欸同學 你看 你看楊超姐在笑 幹 這是二次向 同學 一次向的係數應該是多少 沒寫就是0啊 然後加上-2 幸好答案 我有看到 要不然我答案就寫上去了 所以答案就是什麼 0加-2 答案應該是-2 可以嗎 黃露琪 可以 可以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選C啊 對啊 你看我們兩個一樣製造 欸最近有一次很好笑欸 最近有一次那個國三的模擬考 我們的另外一個補習班 我們把其他班的學生 大概兩個三班的學生湊起來 大概50幾個人 我們考模擬考 結果那個他們考出來的成績 你知道嗎 我們考10級 然後有幾級比較進階 結果我考90 我沒有拿到滿分 因為有一題 有一題選項好像 好像是 我自己覺得是選項的那個 他是寫什麼ABC書什麼的 然後我好像填錯數字了 所以我就沒有拿到滿分 後來有一個 我的班學生他拿滿分 然後就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變成他的笑柄 因為他拿滿分 我沒拿滿分 老師 聽說上次小公你沒有拿滿分 你教書喔老師 超級難 他每次都拿這個來刪我 下一次換我出題 下一次如果換我出題的話 我要讓他知道什麼叫滿分 你們永遠只有60分 我沒辦法出超難 你氣死 第10題 第10題他說兩個相等 相等的話就是比較係數 3次方跟3次方比較 這一題就很簡單 所以a數就等於-1 再來2次方跟2次方 老師他沒 有了這裡 所以珠就是-2 再來b一次方 他沒有 所以b就是0 C長數項 這裡是2 所以這裡就是加2 所以答案就是-1 這有什麼問題 就比較係數 同學期這樣可以嗎 可以 不知道你的問題有點奇怪 簡單 好來沒問題的話 最後一頁了 33頁來33頁有沒有要問的 看大家都寫作業感受檢討很快 還是大家都沒寫作業 所以檢討的也很快 來 33頁有沒有要問 33 Hello 33要不要問 問一下我們的滅絕事態 來 瑋琳 瑋琳有沒有要問 瑋琳有沒有要問 不理我啊 好啊 沒有 沒有 楊佳琪要問第19題 楊佳琪要問第19題 哦好 我發現楊佳琪的個性跟他美好 好像真的差很多 他妹很活潑 跟楊佳琪我好像一年之內 可能聽他講話不會超過5句 很恐怖 楊佳琪要多走出戶外 跟別人交談 疫情不要啦 疫情過後 他說多項是B加上一個多項是 然後他的和 和的意思就是什麼 加總出來結果叫和 然後問B是多少 所以我就把這個敘述19題超一遍 B加上 注意哦 整坨都要加 所以最好加括號 怕算錯 的和叫2S平 減X減1 這有什麼難的 把這個當成是一個數字的感覺 把它整個移過去變成減 不就可以算B了 以上法則啊 這邊2S平減X減1 然後減掉這一整坨 3X平方加4X減5 楊佳琪這裡注意哦 是整個要括號起來 然後就算了 2減3嘛 所以是負X平 然後負X 負責得負 所以是減4 所以是減5X 之後的負1 然後負負得證是不是加5 所以是加4 佳琪這樣可以嗎 可以 對啊 你是不是移過去沒有括號 嗯 這一張這一頁應該基本上都快全錯 因為移過去每個都要括號 你要小心哦 好 好 來以上的 你知道為什麼移過去要括號嗎 因為我們是整個都要剪 如果你沒括號的話 就變成只有前面那個數字要剪 要注意哦 好來以上的33頁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有沒有想要問哪裡怎麼算的 Hello 哈囉 來我們來一個一個問 呃 楊子佑 楊子佑要不要問 楊舒淇要不要問 紫佑 欸舒淇 舒淇也好久沒講話了 欸舒淇要不要問 不用 你這頁全對了 有錯啊 你錯幾題 3題 3題 你只錯3題哦 你是說上面選擇題的嗎 還是說15到19錯3題 15到19錯3題啊 哦 那小心哦 你的計算應該跟我一樣好 很容易一次方看成一次方 要小心 好來以上的就是我們今天的作業檢討了 好不好 就應該是蠻簡單的 那上次的那個看錯題目我們也講的差不多了哦 我們今天應該是可以直接 我們今天應該是可以直接 進一之三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進一之三的時候 我們的基本計算一定要很熟 大家基本計算的那個表現出來的成果 我覺得就很可怕 我們等一下來個小考好了 我們大家來個小考 我出個 我出個10題吧 我出個10題 好不好 可以嗎 大家作業都確定沒有問題了 等一下我要出小考了 OK 我要出作業了 不是出作業 我出小考 不是出作業 好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 我們休息10分鐘 我們 2點22分回來 然後我們會考10題小考 好不好 如果10題小考 我覺得大家的程度都差不多了 就是到一定的水平了 我們就會往下教 那個 我們多項式的乘處法 好不好 來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去把考題弄出來 好不好 有沒有在聽 有聽到的話 講話 可以 可以的 按個讚好不好 真的快氣死了 可以 可以 按個讚 刷個讚 刷個表情符號 讓我確定你有聽到 我們要考試 單一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 有寫作業跟沒寫作業的 考試成績到底差多少 柯君亮你按哭哭臉 哭哭臉是隨便按了嗎 還是你要問 可以 終於存疑好久沒講話了 今天疫情的話 每次 每次視訊 就是有時候我們視訊授課 大家都不開視訊 我就覺得感覺很差 心情很差 大家能開還是開啦 那下場課我希望大家都看到臉 好不好 就這樣 輕輕喊話 那我們 我剛剛就講了一分鐘 我們2點24分的時候回來 好不好 2點24分的時候回來 大家見面 沒看 在唇